现在有个图Solid X分为两部份 第一部份是一个倒转左的正圆追体inverter解倒转左 right circular cone 正圆追体 高度15cm cone的底半径5cm 另一部份Hemisphere 半球体直径30cm 所以记得你要去计算半球体的体积或面积的时候 你用半径记得随意 好了Solid Y和Solid X 说明是相似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字眼 如果两个Solid是相似的话 即是说它们的长度比例的Square 就是面积比例 它们的长度比例的三次方就是体积比例 OK 这里就给大家读试 如果有两个Solid是相似的话 它们长度比例的平方等于面积比例 它们长度比例的三次方等于体积比例 这次题目就给了它们总表面积比例 然后给了AY除了AX OK 那你先找一个长度比例 再找体积比例 好了 那么A就说 找Solid X的体积 In terms of X留下X B就说Steven声称Solid Y的体积 是小过4100πcm³ 对不对 解释 我们再次看看A和B A是很直接的 Solid X的体积就是 2 over 3乘π乘15的三次方 这是半球体的体积 整个球体的体积就是4 over 3 πR三次 现在是一半而已 所以4 over 3乘2分1 所以就得到2 over 3 这个半球体的直径是30cm 所以半径就是15cm 前面这块就是半球体的体积 再加上下面那一部分 圆追体的体积就是高15 底半径是5 所以它的体积就是3分1乘π乘5的Square乘15 这个单位cm³ 答案2375cm³ PART B 这个长度比例Solid Y除Solid X 就等于它们的面积比例的开方 所以就将36除25整个开方 就是它们的长度比例就是6比5 记住是Solid Y的长度占6分 Solid X的长度占5分 好了 我有了长度比例 那怎么找体积比例呢 我们就将长度比例 bracket三次方 所以VY over VX等于6 over 5 bracket三次方 也就是216 over 125 VX我们知道了 A part计算了2375π 所以算到VY就是2375π乘216除125 你会计算4104π 大过4100π OK 所以题目说 Solid Y会小过4100π 但事实是4104π 大过4100π 你一定要写这个不等值比较 OK 最后得到结论 通常这些explain 有答案的题目 主要分三部分 第一 Calculation 计算 它要你 看回Solid Y的体积 是不是小过这个数 那你就直接计Solid Y的体积 如果计算到的话 通常都计算到的 OK 第二步 Comparison 比较 比较 将你计算出来的Solid Y 和题目的比较 比较大小 C 第三个 conclusion 结论 就是 做完比较之后 就去看回题目说的话 对 对 我们就称之为三个C Calculation Comparison conclusion D 感谢观看